21号傍晚县长徐政卫率领着新上任的花莲县警察局局长戴崇贤 还有消防局长林文睿等人 从南往北依序来慰绕执勤警察消防及各协情名利的辛库 颁证了慰问红包加菜金也提前祝贺春节 感谢在春节期间他们维护大家的治安交通还有消防工作 即将迎接农历新年赶在春节前夕 县长徐政卫协同立委傅昆琪 以及新上任花莲县警察局长戴崇贤、设防局长林文睿等人 21日晚上依序从玉里分局、凤林分局、吉安分局、花莲县消防局 花莲县分局、花莲县警察局及新城分局等单位 为了执勤警察、消防及各协情名利 颁证慰问红包加菜金及宣导品提前祝贺春节愉快 每一个局上都有他特殊的领导风格 但我想我们全力以赴欢迎我们的代局长也学习代局长的常财 我想在短短的五天内无论是英勒抢案 在短短六个小时能够破案 而且能够将歹徒能够棄拿回案 另外也破破我们的这个钱庄档户 我想这都是在无论是在整个判断力、决策力 还有我们所有的警员平时的观察以及根捎 我相信这就是全体警察同仁大家共同、努力完成 所以在这里我们写情名利是不是给我们警察同仁 还有单局长以及好心城分局长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徐政卫逐一慰问各单位警消及写情名利 感谢维护春节期间相关治安、交通及消防工作辛劳付出 有关111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启程至24日晚上10点至2月7日为期15天 以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为三大工作主轴 本县警察、消防及各成情名利 将24小时受理民众报案及提供服务 让民众安稳、便捷及祥和环渡新年 记者长方艳大华林报导